1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有一熱帶氣旋約在香港800公里之內 可能影響本港 在上午8點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約530公里 即在北位18度 東京116.4度附近 越來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 橫過南海北部並逐漸增強 該熱帶低氣壓 該熱帶低氣壓今早轉向西北方向移動 但現時仍與香港保持一定距離 今日日間發出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隨著該熱帶低氣壓逐漸接近華南沿岸 預料今晚本港風勢會開始增強 週末期間有狂風驟雨 風勢頗大 天文台預測今天是大致天情 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約33度 吹和滿冬至東北風 稍後風勢 漸轉清淨 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周末期間有狂風驟雨 風勢頗大 1號熱帶氣船警告現證生效 酷熱天氣警告亦生效 身外氣溫29度 相對濕度84% 1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有一熱帶氣船約在香港800公里入面 可能影響本港 在上午10點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約480公里 即北位18.3度 東京115.9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移動 時速約18公里橫過南海北部 並且逐漸增強 該熱帶低氣壓 現時仍然與香港保持一定距離 今日日間發出3號強風訊號機會不大 隨著該熱帶低氣壓 逐漸接近華南沿岸 預料今晚本港風力會開始增強 周末期間有狂風驟雨 風勢頗大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已經增強唯一熱帶風暴 並且命名為貝碧加 在上午11點 貝碧加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約460公里 即北位18.8度 東京115.7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移動 時速約18公里橫過南海北部 天文台發出本年首個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一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天文台說會在今晚考慮 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訊號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 命名為貝碧加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王永德預計 今晚本港風力開始增強 周末有狂風驟雨 風勢頗大 今早上天文台發出了一號隔離訊號 在南海北部的熱帶氣壓 今早已經增強時門一個熱帶風暴 並被命名為貝碧加 今早11點 貝碧加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偏南大約460公里 預料是向西北方向移動 時速18公里 是趨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 根據現時預測途徑 貝碧加會在明天最接近香港 今晚本港風勢會增強 天文台會在今晚考慮 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訊號 天力方面 一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有熱帶氣旋約在香港800公里內 可能影響本港 在正52點 熱帶風暴貝碧加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 約440公里 即約北緯18.5度 東京115.5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移動 時速約18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貝碧加會逐步靠近廣東沿岸 本港今晚離岸風勢將會增強 天文台會在今晚考慮 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訊號 預料本港周末期間天氣轉壞 有狂風驟雨 本港地區天氣預測 天情酷熱 漸轉多雲及有幾陣驟雨 吹和緩冬至東北風 稍後風勢漸轉清淨 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周末期間有狂風驟雨 明天風勢頗大 星期日風勢緩和 一號二大氣旋警告現證生效 酷熱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室外溫33度 相對濕度68%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 南澳以南 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 天氣概況 在正52點 熱帶風暴貝碧家集結在北位18.5度 東京115.5度附近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 預料貝碧家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 而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 稍後6級 各部地區有狂風驟雨及雷暴 海有中浪 後轉大浪 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 吹東風5級 稍後轉吹旋風7至8級 稍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 海有中浪 後轉非常大浪 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 吹旋風8至9級 稍後轉吹南至西南風6級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 並昶後向即將屋暴 我們旋風 predictive 已是一路所有的 華 seated 3位 neutral Into香港 一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有一熱帶氣旋約在香港800公里內 可能影響本港 在下午2點 而大風暴背迫家集熱在香港的東南偏南 約420公里 即是在北位18.7度 東京115.3度附近 越來向西北移動 時速約18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道一帶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背迫家會逐步靠近廣東沿岸 與其相關架狂風驟雨 將在下午稍後開始影響該區 預料本港今晚離岸風勢將會增強 天文台會在今晚考慮 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訊號 一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有一熱帶氣旋 大約在香港800公里內 可能影響本港 在下午5點 熱帶風暴背迫家集結在香港 東南偏南大約390公里 即是在北位18.9度 東京115.1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18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道一帶 與背迫家相關的與大政影響華南沿岸 本港下午風勢有所增強 另外與高地間中催強風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背迫家會逐步靠近廣東沿岸 並在明早在本港西南大約300公里略過 預料本港晚間風勢有機會進一步增強 鐵文台會密切留意本港風力變化 考慮今晚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訊號 本港今晚和明天多雲有狂風驟雨 明天氣溫介乎25至29度 催清淨偏東風 另外及高地間中催強風 晚間風勢進一步增強 明天漸轉催東南風 海面有湧浪 只望星期日有狂風驟雨 風勢緩和 最後兩三天 驟雨持續 鐵文台發出的雷報警告已延長至今晚6時 1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和控熱天氣警告 驗證生效 現時氣溫30度 相對濕度78% 6點 旁晚新聞專輯 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 各位 今天是6月21日 星期五 這節的旁晚新聞專輯 由張建業和黃景瑩支持 詳細的新聞內容 1號戒備訊號驗證生效 天文台今晚考慮是否改發3號強封信號 在下午其實它的移動 稍為採取一個較為偏西的路徑移動 而且沒有明顯的增強跡象 但與它相關的語帶 就開始影響環南沿岸 本港下午的時候 風勢是有些增強的 離岸和高地是間中吹強風的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背迫家會逐步靠近廣東沿岸 並且會在明天早上 在香港的西南邊約300公里略過 預料本港晚間的風勢 是有機會進一步增強的 在晚間就考慮是否有需要改發3號強封信號 大飛行 Observatory says it will consider issuing the strongwind signal number 3 tonight as tropical storm Babinka edges closer to the territory the standby signal number 1 remains in force Senior scientific officer Song Men Kuhn Says the storm is now heading towards the coast of western Guangdong and the winds will strengthen tonight.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forecast track, Mammica is expected to edge closer to the coast of Guangdong and is expected to skirt about 300km to the southwest of Hong Kong tomorrow morning.